兩點然後座標都有給你 那要你求 平面上所有的 P 然後滿足PA的距離 比上PV距離 是2比1 好那這個就直接用那個 公式去 就是兩點間的直線 距離公式 直接去求就好了 好那你就直接去算 假設P點 另P點是XYZ 所以直接 對著一個來做 PA的距離 Y1500平方 再加 1.3的平方 比上 PB的距離 然後 外向成績等內向成績 之後兩邊平方 去 整理就好了 所以整理出來的結果是 是 X- 3分之25 平方 加上 Y-1的平方 再加 Z加 3分之11 平方 等於 9分之 332 9分之11 所以它會是 它還要叫你描述它的圖形為什麼 那它就會是一個 球面 6分之11